這一台是2023年最新款 攪拌機 你知道你們兩個現在整個畫面看起來非常的不專業嗎? 這一台就是Crisin' Art最新 2023年最新款的桌上型攪拌機 而且它這一台是好市多獨家專賣 等一下 我真的只是 你們可不可以專業一點 豆哥你來拍然後我跟媽媽好嗎? 哎呀! 大家都還記得說我之前是在做蛋糕的嗎? 不記得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試過很多台攪拌機 但是美善雅的我一直都沒有試過 我那天就是在Amazon上面啊 看到它的銀架竟然有4.7顆青 感覺CP值很高 所以我想說 很吵 等一下很吵 這個袋子給我 所以我就想說來試試看它到底 好不好用 你看它很可愛 而且還是紅色的 我最愛紅色了 對啊 而且又圓圓的 超可愛 你有看到一個東西嗎? 什麼? 你看 對 它這台裡面就是有附幾個不同的attachment 這裡面的配件呢就是這一些 我們有這個打蛋器 你可以拿來打蛋白或是打cream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叫做 pens 英文叫做pattle attachment 中文叫做平攪拌講 日本人喔 這個呢就是 所有基本的麵糊啦 或者是打餅乾 這些都是用這個來做的 做蛋糕也都是用它 甚至你如果今天想要做貢丸 你也可以拿它來攪拌肉 我是貢丸麵包 然後這個呢 這個虎客船長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麵糰勾 就是來做麵包的啦 然後另外就是有一個很大的盆 它這個盆做的真的還蠻大的 很深耶 你要問大家看它有多深啊 蓋在頭上 然後它還有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讓你來當成一個漏斗用的 就是你在攪拌的過程中 如果你要再添加粉啊 糖啊什麼的 就是直接從這邊下去 不會就是灑的到處都是這樣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拿它來做一些 比較經典的麵包啊 還有餅乾 然後還要再做一個澳洲 因為澳洲我們之前很常吃到的 一個叫pavalova的甜點 它是用蛋白霜去做出來的一個甜點 那今天這一集不需要我對不對 你可以在旁邊攔 攔什麼 嚇死我 然後你想要講什麼 你可以在旁邊攔什麼東西 好然後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要來做一個酥脆的小餅乾 它是一個非常經典 你在外面很常會買到那種圓圓的 吃起來就是很香的那種香草奶油餅乾 我們這邊呢就是230克的奶油 等一下就放進去之後 用這一個pavalo attachment 好 放著 好 好 然後它散開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入我們的糖粉 這邊是90克的糖粉 到了 好 好 接下來就是要打到它整個泛白 它這台機器啊 它是用這種旋鈕的方式 然後它上面有0到12 所以你可以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開始 你不會就是一下子就噴得到素東西 然後你慢慢慢慢的往上 你也不會覺得那麼可怕 打到就是差不多變這樣子 有點白 這個主要就是要讓空氣攪拌進去 讓那個餅乾會比較酥脆 接下來一個蛋 蛋加進去之後是用什麼速度感 先要從慢速開始打 因為蛋跟剛剛的那個油脂 它會比較難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一定要先滿速快很容易就會油脂粉 蛋攪拌差不多了以後 就要加牛奶進去 這邊是20克的牛奶 慢慢加 香草雞 一點點就好 這個太多會太重 大概一個teaspoon就夠了 最後就是把這290克的麵粉 把它倒進去 你看有這樣子慢慢的開始真的是很方便 有時候你如果突然轉到太快的時候 你那個粉真的會這樣噗上來 我在裡面再加大概半小時的鹽巴 粉加進去以後呢 我們就基本上不要打太久 因為打太久之後那個筋就會出來 好就攪到差不多這樣子 就好囉 我們就把它裝袋 我們要來擠花 誰最會擠花 我 上面的手對 然後下面只是輔助而已 下面只是輔助 下面只是輔助 跟打籃球一樣嘛 對然後 左手指是輔助 你為什麼那麼抖啊 然後應該是從 等一下 白色的狗屎 你有在擠嗎 有啊 好這樣擠完了以後 就可以進烤箱180度 先烤個10分鐘 然後之後再降溫到170 再烤個讓它變得金黃色 差不多了 哇我的巴尼 你看這是我自己做的最大的餅乾 它是一個巴的 它是這個世界的最大的巴餅乾 好啊 脆脆的 我可以吃一口嗎 可以啊 嗯 好好吃喔 你在吃什麼 呵呵 你這是什麼 你這是餅乾上面放果乾嗎 太甜了 甜都是我喜歡的呀 欸欸欸斷掉了斷掉了 接下來我是要來嘗試一個 我自己也沒有做過的麵包 它是一個義式麵包 它叫做Chiabatta 現在要先做的就是要在這個盆子裡面 裝上180克的溫開水 還有250克的中筋麵粉 然後全部倒進去 慢速開始 它的粉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讓它在這邊休息個30分鐘 它這個麵包呢 其實我還有做了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叫做Biga 它是我昨天做的 它這裡面呢 是有溫熱水 酵母 然後跟麵粉 加在一起 然後讓它長成了一個 酵母菌種 酵母菌種 它這個東西你原本放進去只有這樣子嗎 對啊就差到三分之一 然後它昨天就一整天這樣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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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長大長超快的耶 對啊 長得比豆哥快一點 現在過了30分鐘 可是看起來沒什麼差捏 對 那我們現在裡面呢 就是要加入40克的水 2小時的酵母 1 2 3 然後差不多1匙半的鹽巴 再來就是要加入這個Biga 噗噗噗 它這裡面有很強的一個發酵味 有一個酒味在裡面 它發酵越久感覺就是味道會越香 打完三分鐘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再加速 加速打五分鐘 我覺得它這個雞台啊 它其實算是蠻穩的 它打得快的時候 它不會整個就是好像要掉下去那樣子 它還是蠻穩的就坐在桌子上面 這款麵包你如果沒有做到你攪拌機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用手的 但是你用手喔 你就是一直要在那邊 求求求 而且你機器打五分鐘 你自己求要求多久 自己求就要看你 看你的力道 就看你多會chuck對不對 對 你在笑什麼 好了 哇 拉出東西來了 它打完就是這樣一勾 對 這樣一勾 好像一個下雨喔 等一下 再休息三十分鐘 對 三十分鐘後做第一次的拉筋 盡量的拉長再蓋回麵團 轉個方向 再做三次 收緣後再休息三十分鐘 第二次的拉筋整形 攤開成一大片 摺三摺 捲成一顆球 放回盆內 再等一個小時 好 過了一個小時後 喔唷 那太多透了 呵呵 好香喔 好棒喔 這個很成功耶 你看這樣子 很彈耶 鷹人的屁股 哎呀 她好大 她好cute 她好可愛喔 她長得裏這麼可愛 這個大小我要把它切成四份 我們在整完形以後呢 還要放大概半個小時 讓它再休息一下下 然後再進去烤 大概230度 讓它烤個10分鐘左右 不是啦 不是不是 你是在烤麵包還在蓋小巨蛋 它怎麼變成一顆球了 這是小足球麵包啦 沒關係啦 我們這個影片是要DEMO這一排 不是要做麵包教學 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 而且你是甜點師 你不是麵包師 好酥脆喔 對啊 酥脆捏 有像耶 有像耶 你的手 吃 喔齁 嘿 不錯耶 酥脆的感覺 好吃耶 因為外面是真的是很酥脆 然後裡面咬咬以後 搭配那個橄欖油好香喔 你一定要吃吃看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為什麼 你想辦法拿那個鵝肝醬來 我要抹在上面 我之前還沒有成功的這樣子 從零到有 完全自己手做出來一個歐式麵包 它真的香得滿天然 對啊 麵完全沒有什麼添加物 這很健康耶 而且你加那個橄欖油 那個高級橄欖油的配這個麵包 完全是絕配 好好吃 我去吃烤山也可以排你接下來的食譜 你沒有要給我吃嗎 你有想要吃嗎 我很想要 我剛剛真的是覺得聞的好香耶 我這只是為了畫面然後拍個過場而已 不行啦 這一定要吃一下啦 好 你吃你吃 你光用聽的 你聽 好香喔 接下來我要做的東西就是Pavalova 它是一個蛋白霜 然後上面撒滿了水果跟鮮奶油 去做出來的一個甜點 你是要參與嗎 我還在參與昨天的部分 它這個蛋白最少是兩顆可以開始打 然後最多是可以加到14顆的蛋白 所以它沒辦法單打一顆 按純蛋 不行 那做蛋白霜我們就是要來測試它這個打蛋器的配件 我們就先下我們的蛋白 你要確保這個蛋白是在常溫 然後我們要先讓這個蛋白先開始打 打到它開始有一點起泡之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加入它 好 我現在打得差不多了 你看它的蛋白霜 這還蠻漂亮的 然後我現在要在裡面加一點點的檸檬 然後還有香草精 然後再給它一個兩分鐘就差不多了 然後就一個大大的 就這樣一鍋上去 一鍋上去 等一下我還會修嘛 這個沒有技術 這個可以交給我 這個很簡單啊 我要做一個圓的底先 你知道你狗狗這個蛋白霜啊 讓我想到什麼嗎 什麼 讓我想到你在明谷被鳥死砸到頭 哈哈哈哈 Help 媽媽 Help 媽媽 媽 這是什麼事情 救命 我被鳥死中擊了 我還是整個從頭掉到手上 不要站在樹下 不好的回憶 然後因為蛋白霜它是需要用低溫 然後要長時間的烘烤它 它才有辦法就是外面脆脆 但是我們要烤到裡面還是有一點軟軟的 所以我們剛剛預熱呢 是先用130度去預熱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把它轉到100度 烤個90分鐘 我們完成了 我的兔子 你現在是在為難觀眾嗎 你想要告訴大家說 買了這一台就可以做出這個東西嗎 這個 這個其實算很簡單的一個食譜 它其實沒有那麼多困難 下面呢 這邊就是蛋白霜 然後蛋白霜因為它也是低溫烘烤 所以你只要不要把溫度拉太高 長時間放在那邊 它就是會成型 然後中間呢 就是我們鮮奶油 也是剛剛打出來的 我覺得這一台真的是非常適合 你可能剛學烘焙 然後是你第一個想要入手的一台機子 我覺得它的CP值真的算蠻高的 怎麼說呢 因為它給的配件其實是非常完整 它給的這三個呢 就是我們在做烘焙料理裡面 最常會使用到的三個配件 然後你看它的鋼盆設計也是非常大 它這個鋼盆裡面最多可以打到1.7L的cream 然後這台我覺得它還不錯的一點 就是說它的段數有分到12段 所以你可以比較細緻的去控制你的速度 你可以這樣慢慢慢慢的上去 就比較不會發生 有時候突然轉到最快 不小心轉到最快 然後就噴的到處都是 所以說它的功能真的算是很完整 你如果是自己家也在做烘焙的話 其實是沒有什麼東西它做不出來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要來好好享用我的小兔子 我可以切開來給你看它裡面長什麼樣 這是cream在裡面嗎 它是cream 然後外面這一層呢 就是我們烤脆的蛋白霜 下面這一層呢 應該是要有一點軟軟的口感 就像是在吃棉花糖一樣 這個最好呢 就是要放比較酸的水果 然後就是把它塞滿 你配滿滿的水果再配它 真的很好吃 蛋白霜烤完以後 就是有點在吃棉花糖 你咬進去以後 它就會瞬間消失 它好像在吃一個非常飄渺的一個 傳統水果蛋糕 吃起來就是輕輕的 不知道在吃什麼 可是就蠻好吃的 它吃起來就是很虛幻 有一種 蟹女遊魂的感覺 然後裡面cream的也是化掉 它外面這個烤也是瞬間化掉 就好像有鬼跳過去 大概就是這樣拿 nos一甘蜜她 叫In another movie 好 вн 好像泥 automatic 在想說 OTOCA 呢 快點 我們是一角層 桶 Grandma very 吃 你ples 因 燈 到 不相信咖啡的幽然不足